好干净的孩子 撤手的工作 细细叮咛孩子 要让慈少班的学员 懂得贱苦之福 麻婆慈激志工 带着他们拜访照顾户 这些孩子平常在家 或许养尊处优 但在这里 他们不怕脏乱 认真付出 慈少班表现就是很勇敢 因为就是 只要我们有一群人来 大家就会互相的鼓励做事情 把自己的事情 想像是自己的事情 你就不会觉得有 会想要去抗拒 还是不喜欢 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在家里通常都是 家长坐我们来这里 我们做好才可以体会到 他们的辛苦 以后要尽量有空 就帮妈妈打扫做家务 因为他们真是不需要戴口罩 珍惜拥有 勇敢付出 这群年轻孩子 让青春不留白 台新闻江妙珍 苏星仪 马来西亚报道